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坏语真的是不堪入目 但也有比较理智的网友 认为这是有些人想要破坏国评的团结原文如下 给诸位支持中国平堂球队 支持刘国良指导的小可爱们一些提醒 近期 英国评协会正常职务职券半媒调整 和个别队员微博个人行为时间上的巧合 引发了别有用心的针对性过激言论 时至今日 一周有余 根据个人观察 其延期刑期地裂 作为与圈内抽名昭著的群体显著相似 又组织又预谋 背后有鲜明的人为引导痕迹 其目的是与我们国平大家庭 全体团结外境 被赞东京的景气目标相违背的 刘国良先生多次表示 伴随着奥运乒乓球项目赛事变化 参赛人数限定变化和对手主场优势等 日本团队的快速崛起 老牌德国也在远处虎视眈眈 上有英锐 因甚至巴西等诸多新锐猛价不断涌现 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球 东京奥运形势不容乐观 刘国良先生原理功成名就 暂无出其佑者 此番在战东京也是民心所叛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消息一出 朱将帅以及关心国平爱护国平的主流媒体 自媒体球迷粉丝们一致拥护的场景 令人感动泪目 我们热爱竞技体育 热爱国平这个团队 奥运冠军家继克先生也曾经说过 娱乐并不能让国旗升起来 这类娱乐圈进亚足口的下作手段 只为虐粉固粉 不惜编造一些市井下 灿烂的故事中伤口人 只利于破坏教练球员 求你粉丝间和谐贡荣 薄眼球薄人气 通过踩踏踏踏人 拔刀自己 最终目的是用来换取 个人经济利益的行为 令人不齿 在全员备战的大局面前 更是楼椅之姿 祖区之踏 相信国平的教练球员 你们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一眼便能看穿其本质 我们求你粉丝也请勿余 以审讯辩证的态度置之 在此祝福我国平 尽早拔出毒瘤 还大家一片清静之地 只为舍不得三个字 陪国平 占东京 这位网友一看 也是有点学问的人 说出来的话也是大体在理 现在的国平本思中 有些真的就把一个圈 那一套用在国平的教室身上 但真正喜欢国平的 还是不要随便听信一些谣言 有时候谣言会随着时间 咽上云散 就像去年刘指导被调离国平队一样 咽上云散